我国旅日职棒选手杨代刚 昨天在迎战乐天精英比赛中 突垒受伤提前退场 球端证实杨代刚的左手腕骨折 至少要休养一个半月 经过诊断杨代刚的左手腕 周状骨玻璃骨折 受伤部位要先固定两个星期 之后需要休养 预估需要一个半月之后 才能够再度上场 之前杨代刚曾经因为受伤下方二军 不久前在上个月底才重返一军 现在又传出受伤的消息 后续恢复情况还有待观察 而今年杨代刚出赛16场 打击率是一乘六七 球迷纷纷在他的脸书 粉丝专页留言 希望他早日康复